3月3日下午,中国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下午30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大会在全场2133名与会委员合唱国歌声中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2018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工作起步之年。 汪洋回顾了过去一年全国政协的工作。 他指出,全国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 切实担负其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面貌、新气象。 提高工作质量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要求,也是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迫切需要。 汪洋指出,过去一年,全国政协围绕加强薄弱环节,改进不足之处,把质量导向鲜明树立起来。 推动政协工作,从注重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向做出了什么效果转变。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也将迎来70华旦。 汪洋对新一年全国政协工作提出六点希望,即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 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义政建言,进一步加强团结联谊工作,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 扎实抓好政协自身建设,组织开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活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汇集十几亿人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一步,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所在,责任所在。 汪洋在报告中特别指出,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时代也是人民政协制度赋予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要扭住全面二字,运用各种民主协商方式,汇聚真知灼见,助推改善民生, 助推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汪洋说,他特别要求,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选题, 确定若干调研基地,蹲点解剖和面上调研相结合, 调查和研究相衔接,坚决摒弃谈一般观感, 做笼统表态,做到见言有理有据,对策可行可用, 坚决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查真情,初识招,聚共识,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质量, 更加有效地助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向大会报告了政协13届一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 此次大会将于3月13日落幕,为期10天。